阿諾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我自己一直以來 都會忘記我自己的年齡 因為我自己的喜好啊 就比較像小朋友 像我非常喜歡 就卡通人物 像什麼毛怪兜兜人物 從小我都非常喜歡 所以你知道 我就有一個癖好 就是我很喜歡穿這種 那個 就是臉身的 臉身的那種卡通睡衣 毛巾材質 對啊 然後冬天的時候 超級舒服 而且又覺得超可愛的 你看好大一個 好可愛 真的會穿嗎 真的會穿 我就是穿著睡覺 但是上廁所麻煩耶 不會 我跟你講 完全不會麻煩 我一開始的時候 買的時候 我也會想說 哇 冬天穿這個 然後要尿要全部脫光 對啊 就錯了 它有貼心的設計 它下面有拉鍊 屁股有個拉鍊 哇 好可愛 你把它拉開之後 你的腳趾就露出來了 可以尿尿了 好方便喔 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通常冬天穿上去 我沒有工作 我就不會再脫下來 然後我記得想說 我長得這麼可愛嘛 所以 就是穿這個應該也沒什麼違和感 所以我去什麼巷口 Saven買東西 我就會覺得 就穿這樣去買 真的假的 我就穿這樣去買啊 然後 因為就在巷口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巷口買東西 然後隔壁的那個家具店 他的小朋友就跑出來 我想說我穿這樣 他們小朋友應該喜歡 很可愛 我就跑過去說 妹妹 記得姊姊嗎 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大哭耶 他就這樣 然後衝進去說 媽媽 外面有個奇怪的阿姨 我就想說 什麼 我都已經說我是姊姊 而且說我是奇怪的阿姨 而且你知道 我在美國也是穿梁子跑出去 結果我穿出去的時候 喔 這樣嗎 對對對 我在美國是穿兜兜龍 裝那些整套 還有鞋子 然後我穿出去的時候 我要買東西 然後那個 我記得那攤販的老闆 還問我說 你有錢嗎 我說 有啊 我要來買東西 都有錢嗎 我當然有錢 結果我老公在後面的笑 我想說他在笑什麼 他就拍拍我 旁邊有個流浪漢 穿那個比卡丘 一直在 對啊 可是我在家都穿這樣 我都覺得好可愛 其實不管 什麼年輕的女生 穿這種都會覺得可愛 但是男生會喜歡女生穿這樣 男生好像 有些覺得女友好像都可以 你老公會OK你穿這樣嗎 這是我老公買的 真的假的 我老公買了這一套 這一套都是 然後手上那些全部 連拖鞋都是他買的 然後我記得 你看這個毯子也是他買的 這個毯子 它是在日本訂的 然後從日本寄來台灣 結果沒寄到我手上 又寄回日本 然後寄到美國給他 然後他再寄回台灣給我 是這樣子 飄陽過海 好可愛 他知道我喜歡 他只要出去看到 飛機場看到 可以把它打開看一下 很可愛 是這樣子 好可愛 是他老公喜歡 OK 然後有個帽帽 我以前出外景都會戴 不是說出外景 睡覺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睡覺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因為女生對這種可愛的東西 不管你年紀再大 你還是對這種可愛的東西 會有憧憬 而且對迪士尼 你還是會有憧憬 從小就陪伴長大的那種 對啊 對 現在有能力就會買一套 臉就 就 只要我覺得臉適合 不會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都可以 那 敢問阿諾今年貴根 我不要說 我不是很想重複 三四 那你也是 對啊 幹嘛做 兩個牌仔耶 可是我跟他做好 我跟他坐在旁邊 我會覺得 我差三四三四有點差距 不會不會 你們臉貼臉看一下 差不多 沒有 我不要 你的臉是算可愛一點 可愛一點 其實算不太出來 1984喔 我還記得 你以前還沒出道的時候 有拍我那個熱鞋 的那個 卓士 都是街頭的 然後那種可愛的 嗯 沒想到現在也三四了 對 默默就三四了 所以我穿那樣子啊 我還穿給我媽看 我媽整個這樣子說 你幹嘛 你老公是把你當孩子啊 也很好啊 對啊 我媽整個傻一點 這是看不出來 平常看不出來 你們都保養得好好 我覺得是幼稚 心態幼稚 心態 年輕 這樣很大人 小人啦